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Sani 今天是2024年9月23号,星期一 今天大盘三大指数继续小幅上涨 标普指数已经是在历史高位了 以前从来没有这么高的点位 最高点5733点,今天收盘5718 突破前高并创新高之后 标普已经是站稳三天了 要是假突破,应该很快就会跌回5669点以下 三天不回踩,有可能就是真突破 美股向上的突破,真的概率比较大 那向下突破呢,假的概率会比较大 每次的向下破位,总是有源源不断的资金 不知道从哪里抄底的 暴跌之后总是创新高 如果剧本老是这么演 就会加强暴跌后抄底的预期 从而预期不断的自我实现 直到资金撑不下去的那一天 美国的资金还来自全球 有时候是无法计量 而且经常有质疑美国35万亿国债是重大风险的 其实一个人的债就是另一个人的资产 美国欠钱就会有另一个主体是债权人 债权人持有美国的债就是他的资产 资产可以随时变现,质押贷款 也就又形成了新的现金流 可以说美国财政部负债越多 其他投资主体的资产就越多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0.14% 但是收小阴线 主要是开盘更高 开线形态上没有特别的看涨信号 上周四的跳空缺口很快就补上了 既没有形成新的短线下跌 也没有立即上涨 以横盘震荡为主 标普和纳指这三天走势都说明了投资者恐高 这么高实在是无法下手 但是货币政策又开始宽松 也似乎找不到做空的理由 随着多空双方的博弈 多头可能采取一贯的策略 就是慢慢的磨 磨着磨着又出来新高了 相比之下道琼斯指数更为强势 又出现三连羊 并且今天又串历史新高 进二退一的上涨通道逐渐形成 一个4万多点的老指数 居然还能够持续上涨 这美股的指数会自我调节 优胜劣汰 好的留着 坏的踢出去 慢慢的整个班里面就都是优等生 美联储的鸽派官员最近相当得势 对外讲话也都释放了政策宽松预期 只在节奏上面略有不同 明尼阿波利斯联储主席卡什卡利今天表示 他预计在今年剩下的两次会议上面 都将以25个基点的降息幅度各降一次 他预计除非数据发生重大变化 美联储可能会小步伐的调整为主 通胀已经明显降温 接近美联储2%的目标 与此同时 劳动力市场开始出现疲软现象 风险平衡已经从通胀上升 转向劳动力市场进一步疲软的风险 亚特兰大联储主席博斯蒂克表示 通胀趋势逼近美联储2%的目标 促使他在上周的中央银行会议上面 投票支持降息0.5个百分点 他认为现在的利率仍然具有限制性 因为住房通胀仍然是比较高 所以第一次降息没有采取更激进的幅度 芝加哥联储主席奥斯坦·国尔斯比表示 随着通胀接近央行的目标 焦点应该转向劳动力市场 这个可能意味着明年将有更多次降息 美联储官员鸽派讲话表达了 未来降息周期将会持续 未来的中性利率有可能回落到3%左右 降息刺激资产价格上涨 预期提前透视了涨幅 导致降息之后股市并没有进入疯狂上涨的状态 那么这一段鱼尾巴行情到底还有多少空间呢 高盛给出了预测 高盛预计标普在年底涨到6000点 并且会先跌后涨 对于三季度末 高盛全球市场部的Scott Robner 他是持负面看法 他预计未来一个月左右抛售压力会变大 因为10月份是主动型共同基金抛售表现较差的仓位 进行调仓 为年底做准备的时候 美国大选又临近了 也导致机构投资者正在卖出受青睐的多头头寸 大选前会有一些对冲基金减仓 以调节在大选中的风险敞口 大选以后 无论是谁获胜 标普指数将在FOMO的情绪下迎来年底的反弹 到时候指数会涨到6000点 一旦大选结果明确 股市的市场宽度将有所改善 更多的股票会上涨 今天特斯拉大涨 跑赢指数了 特斯拉今天涨了4.93% 收盘250 很吉利啊 之前我说250以上有密集成交区 但是我在上个周末制作会员视频的时候 意外的发现上方的套牢筹码消失了 现在的筹码分布显示 下方获利盘主要成本价在218左右 上方红色的套牢盘并不集中 那也就是说 没有明显的哪个价位会有天量套牢盘出来砸盘 特斯拉在今年6月从180涨到了271 又迅速回落洗盘到年线 年线还假破位了 那假破位后又一轮的上涨 根据埃略特波浪理论 这是三浪主升浪的概率不小 那么特斯拉是怎么在技术上面回归牛市了呢 我想主要是基本面有所改善 巴克莱发布最新交付预测三季度利好 巴克莱预计特斯拉第三季度交付量将会达到47万辆 同比增长8%高于46.1万辆的普遍预期 交付量超预期可能会推动股价继续走强 基本面担忧有所改善 三季度销量强劲几乎是全部由中国带动 欧美表现则是一般 美国之前利率高 融资买车必然受到财务成本的限制 那接下来这个方面的问题也会解决一些了 欧美国家降息利率对汽车的影响是反向关系 利率下降汽车销量提高 利率对汽车销售的利好是行业性的 不只是特斯拉受益 其他汽车制造商也会受益 除了10月初的交付数据可能会超预期 10月10号还有一个机器人出租车发布会 一般认为机器人出租车是股票上涨的催化剂 美国银行表示 特斯拉可能会展示FSD和AI计算能力的进步 自2024年初推出FSD12以来 特斯拉汽车使用软件行驶超过6亿英里 每1万英里仅需人工干预一次 那双十活动有可能发布用于机器人出租车的新款轿车 Cybercap 机器人出租车是本次活动最大的期待 美国银行分析师还指出 特斯拉在此类活动中的表现往往会提振股价 虽然说具体细节还没办法预测到 但是美国银行认为 特斯拉可能会提供有关市场目标 FSD可扩展性还有人工智能驱动的收入潜力 以及其他战略见解的最新消息 这就可能会进一步激发投资者的乐观情绪 在消息面的利好还没释放 股价又出现了强劲的上涨 所以我现在是看涨 目标价现在设定在300美元 有一篇报道说迪士尼主题公园的业务放缓 主题公园是迪士尼三分之一的业务板块 主题公园业务放缓可能会持续几个季度 消费者更加节约开支了 可能来自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物价普遍提高 多余的购买力下降 二是迪士尼门票涨价 涨价导致的需求减少 我查了一下奥兰多迪士尼热门景点的排队时间 发现阿凡达在一天中的排队时间 大约是75分钟到两个小时 我四年前去 那个时候排队排了快三个小时 那由此可见人流量确实不如从前了 今天在迪士尼上面做了一点小交易 90块5毛7买入的99股 我今天以92块9毛7卖出 我手上仍有300股 仓位并不是很重 套牢的时间有点久了 感觉是浪费了大好的大盘行情 今天卖出的部分只是之前说满仓all in的那一点 本着有赚就跑的策略 不愿意在迪士尼上面加太大的仓位了 买入一只股后要么获利要么套牢 套牢了怎么办 获利了怎么办 都是很难的问题 套牢了可以炒股炒成股东 短线变成长线 慢慢的等解套 那也得是沙士公司业绩下上 才有机会解套 我其他的持股都有盈利 就只有迪士尼套了5% 套的幅度不深 解套还是有希望的 就是有点浪费时间 另一种处理套牢仓位的办法 就是进行止损换成别的股 把弱势股扔掉 换成强势股的这个做法 有可能还更加节省时间成本呢 但是前提是你得换的对 要是换错了 有可能是赔了富人又折兵 彭博社报道 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 可能会对英特尔投资50亿 上周就有报道说 高通将要收购英特尔 或许会成为史上最大笔的科技企业并购 但是实际上 高通收购英特尔成功落地的可能性不高 你看这么大的并购 是难以通过防冷断审查的 现在政府是在想着 怎么把谷歌微软给它拆散呢 怎么可能批准高通和英特尔联姻呢 那现在阿波罗说要来投50个亿 这个倒是可能性更大一些 股价最近几天成交量放大 上涨却不时的回落受到阻力 半导体整个板块是美股的强势板块 英特尔作为上一个时代的龙头 现在落后于板块了 科技股更替是很快的 技术不进则退 很快就会被市场所淘汰 之前我们信仰长线投资科技龙头 那到底多久是长线 什么时候需要获利出局 长期持有期巨头到底是对不对呢 这个可能需要20年才能够得到答案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